未来五年来钱最快的商业模式 举例 我们四川有一家茶园企业 不大 一年也就六七个亿 过去就是卖茶叶 今天就是卖人 什么叫卖人呢 你给我五万块 就拥有这个茶园七年的使用权 但是钱不用交给我 交给农商行做五年的委托理财 也就是你把钱给银行 五年后银行把本金退给你 只退本金 没有利息 也就是你交五万块 五年后银行还是还你五万 但是你为什么会投呢 因为非常简单 所以一亩茶园里面 百分之三十的茶叶 由你自用 百分之二十的茶叶 是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百分之五十的茶叶卖掉 所有权全意识归你的 五年后你的本金还在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不是免费喝了这五年的茶 是不是还送了人送了朋友新茶呢 而且还是不是有回报 除了这个之外 你是不是还有这一亩产权 七年的使用权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等于这五年的茶叶不要钱 而且还能赚到钱吗 那他担不担心本金的安全呢 根本不用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和企业发生了关系 你是和农商行做了委托代理理财 同意吗 五年后人家把本金退给咱们的 相当于我们只是每一年损失一点利息 却换来我们一个巨大的回报 肯定有人又在问又在想 那赚什么钱 因为你看到的都不是真的 有人赚的是你看不到的钱 因为你不知道商业模式设计的厉害之处 你只知道做生意就去赚看得到的产品差价 其他的一概不知道 看不到的钱你没有赚过 所以强烈推荐继续学习商业模式设计这套书 结合上百个商业案例帮你打开商业思路 如何设计产品让客户疯狂购买 如何设计商业模式赚资源变现 如何资源整合抓住新时代新风口 如何实现十倍裂变式增长 如何卖什么就不赚什么的钱 去赚别人看不到的钱等等 只要学会一种 让你在疫情放胎的时代有所作为